近日,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威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实证和文献资料显示 青藏高原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单元 高原丝绸之路形成了时空范围更为广阔的交通路网 将历来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外文化交流体系 霍威介绍,高原丝绸之路并非指代某一时期的某条具体的道路 而是指代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 若过去这些丝绸之路中仍有缺环 高原丝绸之路正好填补 把多条丝绸之路干线联系成一个整体 丝绸之路我们知道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子带 狭义的丝绸之路是以汉代面向中亚西亚地区 以丝绸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中西文化交流 而广义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泛自我们中西文化交流所形成的路径方式 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它可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这个广义概念就是从始线时代开始一直到各个历史时期 由西藏高原跟外部世界所产生的路网也包括交流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高原丝绸之路 它恰好是把北方的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跟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把它连通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或为介绍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可以上述到公元七世纪以前 形成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区大致在汉晋时代 就和西域新疆 中亚 南亚等地建立起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流 从而迈出高原古部族走出血鱼高原 融入欧亚文明体系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它可以大致上分三个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它的萌芽期 最主要是从始前时期到早期金属时代 它真正的叫做定型期 这些路网基本定型是在吐蕃时代 因为吐蕃时代它的版图不断地扩张 所以在过去的这些交通路网的基础上 进一步地对这些交通路线进行了新的开辟和进一步的稳固 高原丝绸之路形成的第三个大的阶段 应该说就是在吐蕃以后 首先是在过去的路线基础上 加以进一步的治理建立了驿站 形成了更加规范的交通管理 以及道路设施的新建 在霍威看来 随着高原丝绸之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高原丝绸之路犹如一个供血系统 不断给青藏高原输入新鲜的血液 加速它的文明更新文化进步 对高原各民族最终纳入到中华文明体系 起到了纽带作用 它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首先是从先进的大唐引进的 包括思想 文化 技术 甚至具体的工艺 工匠在内的很多先进的文明因素 这些因素的引入对于吐蕃社会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个高原丝绸之路 吐蕃也不断地从周边一些民族和国家 去吸收先进的文化因素 另外吐蕃人自己 也把他们的骑马术 先进的马具 也传给周边的地区和国家 在很广阔的领域 不同的层面进行了文化交流 在霍威看来 高原丝绸之路既向血管又向纽带 不断供应血液的同时 也将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 而通过高原丝绸之路 人们不仅能看到中国 同南亚 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 也可由此看到不同文明之间 如何互建 各美其美 更深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